只要你喜歡吃糕點 無論北方人還是南方人 只要你試過這個馬拉高和都會讚不絕口 首先準備180克的紅糖 喜歡甜的可以多給20克 4隻雞蛋和420克的清水 用早傳的打蛋器攪勻 我今天用的就是這個白沙排的馬拉高粉 這隻粉做出來特別鬆軟絲滑 一包500克的份量倒進去 順著一個方向攪勻 接著再加多8克的酵母粉 這個時候就用力攪到起筋這樣蒸出來才鬆軟絲滑 再用保鮮膜封住它發酵 現在天氣不是那麼熱 最好用40度的溫水去發酵 這樣效果會好很多 見到它發了兩倍多 再加一點花生油 蒸盤底部一定要掃點油 尤其就來清明製造大發馬拉高 最好自己動手 這樣就發材發到夠 再給紅棗和瓜子人點綴一下 上鍋大火蒸25分鐘 你看看醬煲煲 鬆軟得來又好吃 再煮一口 味道又不會好甜 適合健康人士 吃一口